今天是2022年1月24日 今天祖国同意台湾了吗?快了 今天是2021年1月24日 今天祖国同意台湾了吗?快了 Today is January 24, 2021 Has Shannon will invite you to Taiwan Today ReviewSoon 而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 昨晚发布的消息 背心图像确认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 已于1月23日上午10时许 经由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活动 而昨天下午 该平台还发布消息称 过去24小时 包括美海军4架P-8A反潜巡逻机 1架EP-3E电子侦察机 1架ERC舰载预警机 1架CRA舰载运输机在内的 至少7架美军机在南海活动 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就说过 不管是拜登上台 还是特朗普继续连任 美国的对华政策 都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的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 在23号 美国的这个罗斯福 25号的航母 就直接开进了我们的南海 所以在这个事情看上来 拜登其实他就是喜欢玩鹰的 他不喜欢跟你说一些狠话 不像川普一样 说一些狠话 要各种 这种法案来制裁中国 拜登的话 他是不做这种表面功夫 他直接就来鹰的 那么直接就派这个航母 来到我们的南海 说到南海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 其实在当年中国和美国是差点要打仗的了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打成 具体的历史背景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新闻 在这个视频里面就不做岁数了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想说的就是 民主党的这个拜登 大家也不要小看他 接下来的这四年 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 拜登会不会继续玩出一些很大的花招 会不会像16年一样 再次来一个南海仲裁案 然后跟中国兵容相见 会不会有这种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如果真的有局部战争可能性 美国要跟中国开战了 顺势 我觉得可以把台湾问题解决掉 因为我始终相信 台湾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和平的一个方式来解决的 就是要通过战争的这个形式来解决 这个战争就是看会不会由美国挑起 然后我们中国趁机来解放台湾省实现中国的统一 所以拜登一上台 美国的航母就马上来了我们中国南海有所动作 那么在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的话 也是派出空军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有15次的一个到达台湾西南海域的一个军机的一个巡回 所以这个动作也就 我可以理解为是对美国航母来到我们南海的一个回应 就是如果你有所动作 其实我们也要有所动作的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个月 或者说接下来的这一年 2021年真的可以去期待一下 会不会在今年有可能去解放台湾 实现中国的统一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觉得 可以继续观察一下的 观察就是看拜登 接下来的动作会有什么动作了 因为他现在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派航母来到了我们的南海 接下来应该会有其他的更大的动作 因为拜登这个人 他不喜欢给你做表面功夫 他喜欢给你来阴的 直接给你开干的那种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好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